如果今天你在路上看到了解放軍登陸了 你可不可以拿石頭丟它 這是個法律問題 我們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法規範這件事情 所以說如果我今天在 比如說什麼巴黎林口海灘 看見怎麼有人登陸了 你看是解放軍 然後我立刻召集一堆人 然後拿磚頭去打他 這已經是時期時代在幹的事情了 可是你知道即便是這樣 你搞不好是違法的 我們沒有相關的法律法去 鼓勵大家防禦 沒有或規範或什麼 都沒有 大家好我是臥草的茫茫 我是雪莉 歡迎收聽民房關我什麼事 帶你關心民房大小事 這一集我們繼續邀請到馬世元老師 跟我們一起來聊民房 歡迎老師 歡迎老師 哈囉大家好 過了一個禮拜 是嗎 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就再次請到巴老師 來參加我們的這個節目錄音了 在上一集的節目 我們其實討論到說 那比如說為什麼要做民房手冊 民房手冊應該有一個怎麼樣的內容 或是民房教育有哪些重要性 老師也跟我們分享過他自己很多的個人經驗 那我們也提到說 沃嫂在寫這個像我們過去寫公民行動指南 或是機器行動指南的時候 我們有參考過歐洲各國很多他們政府所編輯的民房手冊 這些國家的經驗其實對我們台灣也非常重要 而且台灣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歷史轉變的過程 就是說我們是從一個威權的統治時期 然後現在逐步的轉到這個民主的政體 過去民房工作或是跟這些廣義的國防相關的事情 可能都是由不管獨裁的政府或是軍方國防部來主導 那現在的角度又好像不一樣了 我們現在推動民房或者很多民間團體在這邊推這個題目 其實是想要強化或是至少維持住一定的社會任性 並不是為了說某個獨裁的政權去編護其民掌控社會這樣子 但我們自己常常反省就說 那到底一個符合民主精神的這個民房該怎麼做呢 我們自己做一做 怎麼好像我們跟獨裁的時候的差別又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去年這個民房工作什麼事裡面 就曾經介紹過防災室的制度 那我們的阿展也去參加過培訓 那聽說阿展到現在還沒收到證書 阿展現在剛好在現場 可以讓他稍微講一句話 阿展那個你防災室上完之後 你拿到證書沒 哎呀我突然出現了 好我到現在也沒有拿到證書 那中間有去問過幾次 簡單的情況就是說 他們沒有預期到培訓了那麼多人 所以原本做的證書不夠 但現在不夠 預算用完 對對對預算用完 然後要等到今年新的預算年度 可以印新證書的時候 才把那個證書補給大家 阿展你什麼時候幾月考的 我去年8月 2023年8月 其實你沒有考到然後騙我們 不好說 我還想著這麼完整的一套 故事 故事 就是他們編預算的時候 原本編的預算只有一定數量的證書 但是後來因為培訓的人太多了 所以他就跟不上那個數量 他去年度的預算不夠 所以他等新年度預算 這樣表示參與很熱烈嗎 爸老師真的是這樣子嗎 對這件事情有一點複雜 2018年我們開始想要推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知道我們第一次要推其實是2000年 不是2018年是921之後 防災室就想要推了 因為防災室在日本是1995年的板神地震之後 他們開始推 我們是2000年發生921地震 我們想要推 那時候我大概收到了將近200個不可能吧 就是我們講說要推這個 然後大家就說你怎麼了你在想什麼 誰會來參加這東西 根本沒有人要參加 所以從2000年開始大家就好吧 我們就每隔一段時間提一下 每隔一段時間提一下 看會發生什麼事 不過這中間其實政府也不是沒有去想辦法 舉個例子我們回想一下 其實我們有一個災害好久好久以前 1996年有個叫賀博颱風 有有有 然後到了2001年有個叫做納利 然後有一個叫陶茲 就是這幾個颱風事實上 它都有造成我們那個山區的部落土石流 然後以前我們很多沒有看過的東西 因為媒體解禁了以後 攝影機跟SN機車全部跑進去拍 然後搭台提示看到說 很震撼的話 對就其實那個東西在台灣 是經常發生的事 只是因為以前SN機車不會跑進去拍 後來因為這個媒體變多 SN機車的密度提高 畫質變好 對畫質變好 又有衛星 然後他們就進去拍就拍到 拍到又傳回來以後 台北人一看 這什麼東西沒有看過 然後就震撼輔院 所以那個時候就 農委會的那時候叫水寶區 他們就開始編預算 協助山區的部落 去做所謂的水土保持的這種專員 資工跟互助 就是社區的活動 所以最早是從農委會這個系統 開始下去 就是因為大家被土石流嚇到 那個其實在水寶局 他們因為一開始對台灣 到底哪幾條溪流會造成土石流 他們也搞不清楚 所以他們就一直做調查 那每一年就增加 那就從原來的可能一千多條 就一路上暴增暴增到兩千條 所以他每個地方只要有人住 你就要去補導他成立這樣的一個組織 然後你還要編預算發制服 然後要訓練 還要給他一個雨量筒 因為那個東西 可能比防災是複雜的多 因為他要發雨量筒 你要相機雨量的那個 你要把他放在門口 然後看那個雨到了以後 然後打電話給村長 跟他說要撤離了 所以是像肉眼辨識這樣 對 所以那個是 那是非常務實很需要的東西 台灣其實是最早最早的 類似像那種所謂的 戒嚴的民房之後 再成立了一個新的機制 某一種從下額上 民間防禦的一個系統 對 所以其實最近我們有的時候 不大喜歡講民房的 原因是因為 民房原來的英文叫 Civil Defense 可是我們在前一集的時候 有講到就是說 像比如說北歐 瑞士 然後以色列 他們的民房是真的把槍拿回家的 我們的民房是沒有槍的 所以我們會比較 偏向於日本的系統叫 Civil Protection 我們叫市民保護 或叫國民保護 對 所以我們跟那個西方 原來講的民房 真的是有點差距 尤其是美國 美國民房就更不用講了 他們整整都有槍 他們大家都有槍 他們還不只有槍 他們什麼都有 對 他們還有民兵 他們以前在911事件之前 那個民兵自己還辦跨州演習 我曾經遇到過一次 我真的是大傻眼在秘書裡 還有坦克車 你可以想像 我有看到照片 民兵有坦克車 火箭棒 就是所有東西他們都有 超誇張 他後來是因為911以後反恐 就把他全部給收掉了 所以現在只剩下比較簡單的武器 但是即便這個你看 你還是會看到 美國沒事 還是會有人在消炎掃射 所以他們那個民房是真的 而且你去看 像很多的美國的家庭有槍的 他一定有防彈背心 有防彈頭盔 然後整套的東西在那邊 可是你如果回過頭來台灣看 我們的民房就好像幼稚園 就是那個程度就差很多 我們現在的民房制度 其實從解岩到現在 目前所做的大概就是國民保護 所以從這個地方開始做 剛剛因為前面當然有提到 包括阿展提到說 要去考防災事的制度 那個當然我們最早 就剛剛老師提的 我們從日本95年那個時候 95年版身 然後我們96年開始推這樣的概念 然後我們是從921之後 聽說從2000年開始 然後18年好不容易開始 好像門踹開了 對 整個踹開了之後 然後引進這個 用社區化這種 比較這種感覺的 這種救災防災的觀念 我們去年其實有看到 為什麼我們計程又去採訪 就是像明天下有一個團體 在推這個概念叫做 壯壯台灣 他們跟消防署有合作一個東西 叫做培訓TCERT 就是T然後CERT 中文叫做台灣社區自主緊急應變隊 這個概念跟譬如說 我們的防災室或是其他國家 這些相關的這種系統 它有什麼樣的差別 會有什麼樣的觀念嗎 其實強度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防災室 那時候在推的時候 這個防災室 大家不要去想成日本的防災室 因為日本的防災室 人家是有制服 然後穿得很正式 因為日本人做什麼都很正式 跟我們不大一樣 我們就是有就好了 沒有我們連證照 考完了半年都不拿不到 這個我們會幫你反映 這個的確是個大問題 他們的防災室有制服有頭盔有護目鏡 什麼東西都有 那我們現在的防災室就是 只是告訴你 防災這件事是什麼 所以我們有點像是試防災 不是防災室 我告訴你防災是什麼 防災學分 對 但是它還是很重要 因為當時在推這個制度的時候 我一開始提到 就是說2000年的時候 我收到了幾乎200個不可能 到了2018年後 終於有人說好像可以做 那好像可以做 那我們就試著來 把它寫到政府的忠誠計畫裡面 試辦 這個試辦就不得了 就是本來一開始 我記得前幾次的說明會 我大概就是那個拔 什麼拔呢 就是大家就會說 誰要來上這個課 好無聊 然後民眾拿這個時間跟你玩 然後每一個縣市政府來的代表 幾乎都講一模一樣的話 就是你們不要再打高空了 沒有人會來參加 太天真了 而且他們還會舉以前失敗的例子 告訴你台灣人做不起來 結果沒有想到爆量 就是阿展拿不到證照 硬的預算都花光了 18年開始推 19年推了 事實上只有半年 然後就遇到疫情 2020、2021、2022 幾乎都沒有什麼訓練 OK 但是即便如此 我們還是到現在2萬多個 那這2萬多個呢 防災事 其實在設計上 我剛剛講說跟日本不一樣 是因為我們希望它 是一個普及化訓練 所以你如果是 9歲的小朋友來 可以 收 可以 收 你只要聽得懂 你99歲的阿公阿嬤 只要你能動 我們也收 但是程度不一樣的 程度不是指那個知識的程度 而是指操作的程度 所以到了T-CERT 就所謂的民間自主應變隊 它的操作程度是很高的 它跟防災事不一樣的原因 在於說 它要真的能夠幫助別人 防災事我們希望它能夠 先救自己就很好了 然後能夠了解 比如說像訓練裡面會提到 這麼有很多APP 然後有很多網站 然後有什麼防災計畫 什麼防災地圖 你至少要知道 你家附近的防災公園 跟避難所在哪裡 這很基本 但是這些東西 其實很多國家 就是放到網站上 民眾自己去看 可是對台灣來講的話 好像我們就得經過 這麼一個過程 讓民眾看到這些東西 才算數 所以在防災事推 為什麼可以推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在2018年之前 我們從2008年開始推 台灣的防災地圖的製作 所以到2018年已經推了10年 中間又經過莫拉克風災 所以大家就 對這件事情很有感去 就是說 你每個地方 都要有防災地圖 可是我們把地圖畫完了 我們把防災計畫寫完了 接下來大家就會去問 這樣幹嘛 所以接下來 我們那個防災事 才會接上來 就是說好啊 那我們就來教大家 看這些東西吧 所以它是這樣子來 那T-shirt它就是 你會看到它的 就會很像 日本跟美國的隊伍 它就是有裝備 有反光背心 有頭盔 有各式各樣的 可以組個team 甚至這個team裡面 可以分工 有些人負責通訊 有些人負責急救 有些人負責後勤 它會是個 比較高度組織化的隊伍 所以這中間是一個 層級的差別 我們在台灣 我們不可能要求 每一個人都去當T-shirt 就跟你去當兵 不可能每個人都是 陸戰隊也不可能 每個人都是特種部隊 你一定是要有分工 大部分的人就是 技術性沒那麼高 但是我知道怎麼配合你 然後少部分的人就是 我可以帶領大家行動 大概的概念是這樣子 老師剛剛講到的 那些地圖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推 公民行動指南的時候 也有發現說 那東西其實非常完整在那邊 就是網站什麼都有了 但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 所以在這邊 幫我們自己業配一下 就是不管是公民行動指南 或是積極行動指南 裡面的附件 其實都有做到 老師剛剛講的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做個人化的設計 個人化的演練 那包括背著包包要知道說 你背得多重可以走多久 在這麼冷的天氣可以走多久 台灣的夏天跟現在這個天氣 是很不一樣的 都需要去練習 就你要知道 那之間的差異是什麼這樣子 我幫你補一個 就是那個 如果有防災包的話 記得一定要放那個 骰龍巴士跟那個噴腳的 非常務實的建議 因為你剛提到 背多少公斤走多遠 事實上很多人 走不到10分鐘腳就在痛 對沒錯 所以一定要配那個 足修時間 修足時間跟骰龍巴士的噴霧 它真的很重要 對很重要 我們來出這個 賣這個周邊商品 對我覺得真的是 老師給我們提醒 我們非常多很務實面的 就是你要去思考這些問題 就不是比如說打高空 或者是我們想像 像上一集有講到說 什麼想救雷恩大兵之類 但現在真的可能不是這樣子 那因為剛聊到T-Cert的部分 那我想請教老師 就今年日本也發生了大地震 那如果台灣不幸也遭遇這樣的災難 或者是譬如說中國發動戰爭侵略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T-Cert會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呢 因為T-Cert本身它有兩個核心訓練 一個就是我們叫輕型的收救能力 那第二個就是所謂的緊急救護的基本能力 那這兩個就是我們在一個大規模 日文叫廣域災害 我們叫大規模災害 政府能夠出動的隊伍是有限的 我們現在的消防人員 政治消防人員大概在4萬人左右 2萬人左右 那我們的那個義消是4萬8千人 如果你以那個比如說我們每一年 我們在模擬那個地震的數據來看的話 大概會受損 我說受損不是說那種像 微貫金融那種整個倒下來 就是它可能歪掉了 或者是結構受災了 當然有些人會受困 那個數字都是幾千起跳 甚至上萬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把每一個受災的點 都能夠派遣 我們所謂的國家的這些 正規的消防人員進去 或是甚至義消 所以T社它可以在比較簡單的 災害環境裡面幫助那裡的人 這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如果說這個房子受災 其實不嚴重 那民眾可能他只是受傷 他不知道怎麼辦 T社本身就可以扮演一部分的角色 所以他是去補這個所謂的 我們講就是說 災害發生以後 災害現場會有所謂的嚴重等級 那最嚴重的當然就是交給特殊隊 讓政府去處理 甚至國際合作來處理這件事情 那如果次要的 或者是比較輕微的 我們就要靠社區 他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概念 它是一個光譜的概念 不同的災損 我們利用不同的資源 這是目前的一個想法 而且就我這個 有在當消防的朋友的說法 好像其實目前就算是一般時候 台灣消防的人力也是蠻辛苦的 就他們本來就已經相對刺警 如果災難的時候 可能就像老師講的 他們有很多比較重大的災難要處理 那我們就需要T社來處理 其他的災難 有點像剛剛老師在之前 也有跟我們分享過的例子 因為其實像地震或是一些小型的災難發生的時候 消防隊很多的能量會花在哪裡 受困電梯的 對 所以像這種類型的 好像還是需要有人去支援 對 但是你叫消防隊去 又太浪費人力 好像這種小型規模 然後又不是太嚴重的 就是T社發揮的地方 對 我講個故事就是說 大家還記得那個圍貫金融是發生在小年夜 對 那因為我是高雄人 我住高雄 所以那天地震發生以後 然後我就直接開車到現場去 因為很近 到了那邊以後呢 當然已經天亮了 那我旁邊就圍了幾個人 那幾個人非常有意思是 他們是那一天 睡不著出來夜遊的民眾 然後結果他們就起車騎到附近 然後就發生地震 然後他們的車就也倒了 就是也在路上站不住就倒了 但他們發現他們面前的那棟房子倒下來了 就是圍貫金融 所以他們就在我旁邊口沫橫飛的講 他這個人救了10個人 那個人救了20個人 這些人真的是無名英雄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 他們就說他們就穿著拖鞋爬上去 找到那個窗簾 然後把他那個窗簾綁成一條繩子 一個一個從上面就是 叫民眾拉著那個窗簾 然後他們在下面接人 所以第一時間去救人的 也不是消防 也不是T-shirt 也不是什麼團體 也不是慈濟 而是這一些路過的 三個夜遊的民眾 對穿著拖鞋 對不是三個是好多個 對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是 有人上去以後 然後有人就馬上發 臉書發什麼東西 然後就開始 在他們因為台灣有很多那種地方小社團 比如什麼我是淡水人那一種 他就發一個什麼我是永康人吧 這樣子 然後一發出去以後 大家就來了 然後就很多人就是 從四面八方就跑來幫忙 然後等到消防隊真正的拿了梯子 拿了那些裝備進來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能夠第一批獲救的人 大概都出來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所謂的深埋 就是說你沒有重裝備 因為那個整個結構很堅固 你沒有重裝備 你進不去 因為壓在很底下 所以其實像台灣這一種 就是說你即便沒有T-shirt 你即便沒有任何的訓練 民眾還是可以自己土法煉鋼 把人弄出來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一件事情是 微冠金融只倒了一棟 如果你今天是20 30 100的時候就不行了 所以為什麼要訓練的原因還是在這裡 如果我那天所碰到的那一批人 那一批穿拖鞋夜遊的民眾 他如果有防災室的訓練跟T-shirt訓練 說不定他就可以組成很多小隊 大家可以分配东西南北 更有效率 對 我們要的是這個 更有組織的去做 其實台灣人是蠻熱心的 我們常常在說台灣人是很熱情 跟很願意互相幫忙的 那如果有更好的組織更好的訓練 可能就可以做到更有效果的事情 所以政府寫了一個救災死路 結果這些人都不在裡面 就無名英雄 真的 不過我想要請問老師 就是當然我們已經有 比如說不管是什麼119 有消防隊 或是有這些比較政府的編制的 T-shirt還是有它一定的功能 但是我有點又想到說 其實像台灣還有很多一警一消 還有一些什麼民防的大隊 這個東西又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一警一消它的前提是 它必須要由警察或消防員帶隊 就他們本身的組織 是跟著警察跟消防組織走的 所以等於是它叫做邪情 邪情的話當然就是 它會賦予它更專業的功能 比如說有些一消 它是有滅火的專業 有的一消有救護的專業 那甚至通訊 無人機 後勤 重機械 所以他們跟T-shirt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T-shirt本身就是純粹的民眾去組成的 那一警一消 它就必須要跟著它的單位去行動 其實像T-shirt其實本身 不管說自由度 或是說它 如果想像那個一樣去中心化 我可以用這個詞嗎 對 去中心化 它不需要有一個政府命令下來了 OK我啟動 對 它自己就可以在這個社區內 對 沒錯 發揮這個免疫細胞還是什麼 就自己開始動起來 然後把這個災難給解決掉 沒錯沒錯 那另外一個差別就是說 一警一交一消是要扶勤 它有那個時數 你每個月要去登記 就是說我要扶勤多少小時 對 像比如說 如果你是那個救護一消 那你就要跟車 它有時數的限制 你一定要做到 如果是T-shirt的話 就是它是自由的 比如說你一年辦兩次演練 一年辦幾次訓練 你可以自己決定 但是如果是消防的 跟警察的一警一小不行 你要跟著走 你如果沒有達到這樣的一個要求的話 你就會被退隊 所以這個對現代社會來講 就很多人時間上他沒有辦法配合 所以你看傳統的一消 他大部分就是自由業自營的 比如說他開水電行瓦斯行 然後自己開賣無線電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這一些朋友們 他們參加一消 或者是說像 我們有很多那種水中救難的一消 他本身就是潛水教練 就是租這個船的 租這個ACP的 對對對 就是當地的業者 然後他就是參加一消 相關從業人員 對他因為他自己是時間是自由的 所以他可以去參加這個一消的 這個時數 那他可以扶勤 可是你如果是上班族 像我們這樣的 我們就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這種人 就可以參加T-shirt 所以這個還是有差別 就是他的自由程度 聽起來還是高很多 的確的確 對 所以聽起來整個T-shirt的成立 是希望有更多的彈性 然後讓更多人 在遇到特殊情況的時候 是有那個應變的能力的 沒錯 對因為目前這個 不管是防災室啊 或者是T-shirt 好像都是這幾年 比較開始推動的東西嘛 對那所以可能大家也都是 最近才聽到 那我們剛前面提到的 握草相關的報導連結 會再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再去參考看看 對那剛前面老師就有提到說 防災室啊或者是T-shirt 這些其實都是為了要在公部門 救援團隊抵達之前 讓社區可以啟動自救 然後更有彈性的去面臨 各式各樣的災害 我覺得其實大家可以 真的也會回想一下 就不管說 比如說你收到那個 警報啊 MISO 或是衛星可能要掉下來的警報 當然他可能會有一些 附著的東西掉下來 也是可能會造成傷亡 或是不是演習的 各種國家的警報 防空警報海峡警報 如果真的發生的時候 你自己當下會怎麼反應 你會知道要如何去 真的疏散避難嗎 你會知道你要準備好什麼東西嗎 不管你自己 有沒有幫助你自己之外 你有辦法幫助家人嗎 或者是地震警報啦 我覺得地震警報 其實收到大家都好像有點太放鬆 沒有要收到很緊張 要趕快發文 對很緊張立刻發文 對 所以其實我們之前有幾集也提到 就想要用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我們也很怕就是災難發生的時候 真的造成最大損害的 並不是災難本身 而是群眾自己集體的慌亂恐慌 因為大家不知道如何反應 如何應對 然後去做出搶購物資啊 囤物資啊 或是群眾的時候 可能會這個雜踏 互相這個慌亂的話 會造成自己會把自己人拆傷 甚至死亡這樣子 所以如果真的 大家有些基本的訓練 或是有像T-shirt 這樣的一些社區進行應變的話 我覺得相對協助大家如何去 協助疏散避難 也許可以減少 像這種恐慌的情況發生 也就是在減少災難 減災 防災 滅災這樣子 我們之前其實有邀請到 中文院民主所 劉文老師來上節目 那有談了一些社會心理學 跟台灣民主化之後 制定名方法等等 這樣子的概念 那今天提到的 防災室啊 T-shirt好像其實都是 蔡政府任內 引進了這些社區的 防災觀念出來的結果 那今年的總統大選 我們也看到說 候選人們其實是都有提出 強化跟國際盟友的 國防跟民防交流的 那大家可以再去聽 我們前面的技術 對 那這個部分 就想要請問一下 馬老師的看法 就為什麼這幾年 這個蔡政府很重視 引進國外的災防 民防觀念呢 以前好像 至少就我所知 馬英九政府 應該是沒有這樣子吧 國外的制度 其實每一個制度 你要看它 都有它的背景 特殊的背景 像SERT 我們剛才講T-SERT SERT是從美國來的 那美國因為它發生了 1984年洛杉磯的 這個大地震 所以他們就開始去 建構他們社區的 這樣的應變主持 那日本就是1995年 所以當然就是說 國際的經驗跟制度 我們並不是說忽然引進 其實台灣 如果你去看台灣很有意思 就是說我們的公務機關 他們在寫那些計畫 或者是寫法案的時候 他引進據點 一定要講先進國家怎麼做 他一定要這樣講 他絕對不能說 我憑空發明個人的 兄弟塗裝之見解 對 個人英明睿智 這個除了孫文先生以外 其他人都不可以 所以你不能這樣做 你一定要把國外的制度 講一套 所以你看每一年 我們的官員都要出國考察 然後考察以後 看水的 看橋的 看什麼的 你一定要把那套東西拿回來 才能夠說服展官給你錢 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其實台灣這個 你說算沒自信嗎 也算有一點沒自信 的情況已經很久了 還記得我們 曾經很久以前說 我們要學新加坡 但是後來發現真的是學不起來 所以後來又放棄了 也正是說要學韩國 後來發現學不大起來 後來也放棄了 後來人家又來想說 大家來學台灣好了 台灣大家也學不起來 像日本就很想要學台灣 因為他們太沒彈性了 他們在COVID-19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非常大的教訓 就是他整個制度僵化 導致他的應變太慢 他後來希望 能夠把台灣一點 這種民間彈性 政府跟民間這種 所謂的互相妥協 各自讓步 然後不要用那麼高的標準 去看這件事情的 這種方法 但是學不起來 對 彈性這點 真的是台灣人的這個 對 國際的交流其實是這樣子的 它的背景是在於說 應該這樣講 我們沒加入聯合國 其實我們從197幾年開始 我們離開聯合國 跟美國斷交以後 台灣不管任何層面 不是只有國防 我們跟國際的脫軌 已經很久了 台灣唯一跟國際接軌的是經貿 因為我們中小企業 跟後來的幾個大企業 它真的是國際接軌 但除此之外 你看台灣在推動很多事情 聯合國的標準 我們都慢一步 然後我們最近在談 氣候變遷 我們也慢一步 所以國際上面 對於民房 這個民房事實上 還包含房災 很多的想法 我們落後了這麼多年 其實我們最近要開始 想辦法跟國際接軌 那這個接軌 包括說觀念上 我們還是會希望 能夠台灣化 就把國外的經驗台灣化 然後了解國際上 聯合國系統 美國的系統 日本的系統 分別在做什麼 所以這些專家來 其實他是要來 補足我們在這塊的一個缺口 那這個缺口是從1970年代 一直到現在 就1980年代 一直到現在 已經非常非常久了 不完全是跟戰爭有關 其實有很多是因為 我們在台灣自己 土法煉鋼的過程裡面 我們連名詞都沒有同意 我們自己國內 然後國外的很多名詞的使用 我們也搞不清楚 那更何況是說 有很多經驗我們沒有 比如說舉幾個例子 日本的海嘯經驗我們沒有 美國的911恐怖攻擊經驗我們沒有 還有就是說 像剛剛講到烏克蘭 他們經驗我們也沒有 這些經驗對我們來講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不希望重複別人的錯誤 或者是做不好的地方 所以這個跟國際的交流很核心的一個想法 就是把國際的經驗台灣化 然後想辦法形成一套 我們自己可以做的準備 所以整個背景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這個也蠻有趣的 而且我們自己其實 沃曹過去這兩年也有跟一些國際的團體互動合作 不過這裡我們有個經驗也跟老師分享一下 我們那時候去年底發布了我們新的版民防守 設計其行動指南 我們跟這個美國一個非常關注民防的團體 叫做美國精神Spear from America 最後這個被有些特定政黨 這個選完了講應該沒關係 這就中國黨不用特定政黨 所以這個中國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 在這個當部開機會批一批 而且我們播出的時候 順便他已經就任了 天啊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角度很特別 我覺得這等一下也想問老師 就是他們認為說 這些推廣這些民防知識 或什麼跟沃曹合作 跟中國台灣或是其他團體合作 推廣這些民防知識 這種合作其實會變成有點像挑釁中國 會把台灣更推向戰爭邊緣 這點我不知道 老師如果是你會怎麼樣去回應 這個這樣的一個控訴 我覺得你把歷史攤開來看 就是說無論是美國或是以前的蘇聯 他們在冷戰時期都想辦法 把自己的經驗輸出到別的國家去搞革命 我想這個大概是強度最高的 美國那時候用各種飛機 然後船艦把武器送到中南美洲去搞革命 把一些政權給推翻掉 現在美國人在台灣沒有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邏輯 就是說我們在台灣跟國際合作 我們不是要去攻擊對岸的村莊 我們沒有要幹這個事情 因為就如同我一開始談到 台灣的民防是沒有槍的 所以你即便美國人到台灣來訓練了 這麼多我們的這些民防的團隊 我們就是市民保護跟國民保護 這樣的概念 所以他跟那個就是過去大家在電影裡面看到什麼 中央情報局在什麼柬埔寨啦在越南啦 然後他們訓練什麼游擊隊啦 大家真的不要想那麼多 對真的看太多電影了 真的不要想那麼多 我講一個應該說是例子也算是一個已經過去的事情 就是其實最早最早的時候 我們在談那個後備制度的改革 事實上是有提到一部分就是 在前一集應該有談過 就是我們能不能有一些後備部隊 就是以鄉鎮市區為單位 然後這個鄉鎮市區為單位的話 你就是防衛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台北市的萬華區 我們就防衛這個台北市的萬華區 但你做這樣的一個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想 你在這裡是不是要設槍械庫 你是不是要設彈藥庫 那你才能夠防衛對不對 這按照芬蘭模式 按照很多國家模式 裝備就要在這裡 就是你要在地 好那你要放哪裡 所以如果以台灣的制度來講的話 怎麼看都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放 那個地方叫做警察局 所以這件事情一提出來以後 警政署就爆炸了 因為他一想說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叫大家來這裡一定槍嚇到嚇死 對就是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如果說今天是國防部 在這個地方設一個 類似像這種所謂的軍械庫 或是彈藥庫 那也有一點不切實際 因為國防部也沒那麼多人 可以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畢竟還是你地方怎麼要去自己做 所以後來當然這個概念 後來就打消掉 因為別的國家 人家是直接把槍跟彈都領回家的 那我們要在一個鄉鎮市 去設一個軍火庫跟彈藥庫 你要設在驅公所嗎 你要設在派出所嗎 還是你國防部要弄個 小基地在這邊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 就對台灣來講 尤其是台灣的警政單位 他會非常非常的緊張 因為台灣是 我們是槍支管制的社會 所以對警察來講 連玩具槍跟BB槍 他們都覺得很麻煩 你可以想像說民眾 如果跟你說我的民防我要槍 那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就會變成是 我們在看國際跟我們的合作 基本上就完全不會有這一塊 這塊是不會有的 即便是我們講到一個就是說 像過去很多我們在別的國家看到 之前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中東曾經發生過什麼阿拉伯之村 那些茉莉花革命 那些就是在歐洲國家 或者是中東國家 所發生的很多的案例裡面 其實民眾他有自製一些武器 那這些武器 他們在被打壓的過程裡面 他們是運用的 可是即便是這個東西 在台灣我們現在都沒有在退 因為這件事情就會牵涉到 比如說我有講一個開玩笑的話 就是說如果今天 你在路上看到了解放軍登陸了 你可不可以拿石頭丟他 這是個法律問題 我們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法規範這件事情 對就很頭痛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在 比如說什麼巴黎林口海灘 看見怎麼有人登陸了 一看是解放軍 然後我立刻召集一堆人 然後拿磚頭去打他 這已經是實際實在在幹的事情了 可是你知道即便是這樣 你搞不好是違法的 這在台灣目前的法律架構下 我們沒有相關的法律法律 鼓勵大家防禦 鼓勵或規範或什麼 都沒有 所以回過頭來說就是說 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當選人 他在講的那些事情 事實上根本是不存在的 我們現在跟國際的合作 全部都是以自救跟保護為主 所以我怎麼去教民眾 剛剛講到的急救 怎麼防禦他自己 怎麼準備這些所謂的防災包 你要躲在哪裡 然後你要怎麼組織一個隊伍 像T社去幫助受困的人 其實我們都還沒有進展到 拿石頭打敵人這件事情 我們都還沒有進到 還超遠 對 實際時代的那個部落之間的戰爭 我們都還沒有進去 對 因為導致我說這個可能如果有真的要講 可能要花在一擊 講說戰爭法或什麼武裝衝突法 相關法規 其實應該也是台灣要做的 但是這個有講到立法而言 但是我不知道接下來就是四年 我們的立法有沒有可能 所以你知道解放軍如果被你用磚頭打到 他可以告你 之前好像有個例子 什麼中國人有人來旅遊 然後可能被什麼東西砸到等等 他可不可以申請 那個國培 國培的案子都有相關的爭議 這過草也有寫過 那如果是可以 那如果是真的中國解放軍 somehow他登陸了 然後你 這個解放軍 然後有人can call他 然後把他打受傷 他可以告你 那如果解放軍就是登陸的時候 在譬如說消破塊那邊受傷 他可以申請中華民國國培嗎 不行啊 那你自己上來 可是我們現在的法 就變得有點荒謬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他登陸了 他大概第一個違反國家安全法 因為非法入境 然後第二個他拿了槍 違反槍帽到要答謝管制條例 這是他的錯 可是如果你拿磚頭去打他 他可以告你傷害症 莫名其妙 我們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所以這感覺又很大的問題 剛剛前面講到民房的法規 現在是我們很多法治面 其實根本還是石器時代 或是黑暗時代 連石器時代都還沒有抵達吧 因為石器時代要拿石頭丟他也不行 所以立委想太遠了 我們現在連拿石頭打人家都還不行的時候 你不要想那麼多 我們希望這個 當時罵我們的去僑信委員 能夠在到立法院就職之後 來提出相關的法律 讓我們可以用石頭丟他 對啊 你燒輪胎違反空無法 你也很難用各種方法 就基本上很難做任何事 打電話給消防隊 就有點麻煩 或是警察 可是你打給他也沒有用 因為比如說我們之前 當然就是有一些民團 他們有辦一些演習 那演習裡面當然就會參考很多國外例子 國外例子裡面最常見就是 敵軍來的時候你就燒輪胎 輪胎就有煙 煙就可以阻礙 對然後環保局來開單 我們現在的法就是這樣 對這樣子一想真的是很荒謬 我們幾乎沒有鼓勵自己 防御的能力 或是把一些大型的車輛 然後去擋住重要路口 不讓敵軍燈開 那警察來開單 就來開單 違反大陸交通安全管理 那個效率可能很高 你說開單的部分 對 傻眼 其實我們現在剛剛有提到 很多跟國外交流 不管是國防的部分 或民防的部分 我覺得現在也很擔心一個在論述的點 就是說現在其實台灣有很多情況 會有些疑美論 但是其實真的碰上這個相關議題 全世界現在面對中國壓力 美國還是有一個非常我們最重要 願意公開跟台灣進行 合作交流的一個很重要的國家 當然我覺得這也是因為 台灣目前的特殊國情使然 那所以說如果 如果說美國的這些 關心民防的這些團體合作 推廣民防觀念 就被中國國民黨 扣上這種陰謀論的帽子 我覺得其實也非常無奈 那這個我不知道馬老師 這是這幾十年來 幾十年 禮貌呢禮貌呢 十幾年 長期從事這個推廣 災防民防這樣的議題推廣 當然尤其這幾年更重要 是防災事的培訓 那你可能也會碰過這種 無奈無力的狀況 像這種你在跟國際合作 那引進這樣的災防教育 引進新制度的時候 有碰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那你有如何克服這個事情 我們的困難都會來自於就是 其實台灣是這樣子 台灣人很容易接受新觀念 但是台灣人在一開始 很喜歡跟你講我不要 就是很奇妙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除了國外進來的食物 大家會去排隊之外 新觀念進來 大家幾乎都不會先說好 這是我們的矛盾 但是跟美國的合作也好 跟日本的合作也好 其實我必須要去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兩個國家 就兩個國家 不管我們跟哪個國家之間 都有自己的國家利益 那台灣自己的國家利益 是我們自己要去 要去在心裡面要去記得 到底在哪裡的 那別的國家它有它的利益 它跟我們合作當然基本上 有一部分是基於它的國家利益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基於一個 我們叫共通的信念 就是說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是對這個社會比較好 所以也會因此有慈善組織 不然的話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慈濟為什麼到全世界去 那你慈濟到這個緬甸去救災的時候 難道緬甸會懷疑是說 你慈濟代表台灣的利益 然後緬甸也要發展一台論嗎 這個就是有一點奇怪 就是說人到工作這件事情 基本上它是沒有這種國界的問題 所以這個我覺得 第一點要先講清楚 我們現在所有在做的事情 都是以人道合作為主 那對台灣來講 剛剛講說十幾年或幾十年 沒關係 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 國際人道援助的合作 那這東西主要不牽涉到國家利益 我不能說沒有 但是我不牽涉到 那麼最大的困難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國內有自己台灣的法規 那當我們要引進國外的這些 從一開始的準備訓練 共同的合作到真正發生災害的 這樣的一個援助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很多法規面 是我們第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事先要能夠準備 我舉個例子來講 921的時候台灣第一次看到搜救犬 921地震1999年 那時候搜救犬是長驅植物就進來 長驅植物 就是它沒有進過任何檢疫 然後那些都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怎麼辦 對 可是你看從921到現在 我們已經經過二十幾年了 我們的法每一年都在修 每一年都在蒸 每一年都越來越嚴格 你現在如果重演當時921 美國兩隻狗可能會被機場關好幾 因為它的檢疫法規就改變了 我講一個真的狀況 我們現在的法規是 不准帶有牛肉的狗罐頭進口 你不可以帶有牛肉的狗罐頭 那萬一那些搜救犬都吃牛肉 對對對 所以這就是個問題 然後還有比如說像 如果國際的搜救隊 它帶通訊器材到台灣 它跟我們現在NCC的法規 頻道的問題 這些都要事先談 這些東西就是在我們在做房 在工作的時候 你很多要做事先準備的 不是只有制度觀念的引進 而就是說 當我們要合作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辦 這個合作到底會不會出現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 我們上一次有災害的時候 國際上游來援助是花蓮那次0206 新加坡跟日本都有派人過來 也有送東西給我們 然後我們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美國日本還有好幾個國家 都有送物資跟裝備 還有人員來幫忙 只是說那個人數 沒有像921那麼多 可是即便是那樣子 他們還是會有很多的問題出現 比如說跟醫療有關的 器材藥物跟動植物 尤其是動物有關的 還有跟科技裝備有關的 這些東西 我們都要一個一個去克服 所以這些東西 你要再事先透過 我剛剛講的 你要有訓練要有演習 去找到這些問題 然後法規的部分要先準備好 不然的話我們都會變成一個 很不好的情況就是說 大部分人都會說 沒關係到時候再講 等總統發緊急命令 但是這個就不是一個很好的狀況了 對 而且最好也是不要用這個方法 來解決這些 本來就該解決的問題 對 其實台灣是一個很 很open minded的一個國家 我們國際上很多 跟我們的合作 並不一定在栽訪 科學的或教育的 或其他的經貿的合作 其實我們都是很敞開的 那大家都是在 都是好朋友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去合作 栽訪這塊 當然一定要大家的幫忙 因為全世界都是這樣 不是只有我們 對 那從這幾集以來 我們跟劉文老師 阿馬適遠老師 談了非常多 台灣民防觀念的改變 包括從威權時期的 獨裁者跟警總主導 帶有這種社會監視成分的民防 到民主化之後 這種有社會任性 跟民眾自發性的參與 剛剛有前面講到 台灣最擅長的 彈性的這個部分 對那最近這幾年 就來自中國的 這個侵略威脅升高 那有越來越多的組織 或越來越多的人 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而投入民防倡議 那我們也看到了 有一些新制度的引進 雖然老師剛剛有 特別補充說 這幾次很多年來 一直累積下來 也不只是因為 這幾年的情勢 那包括防災事 社區自主的 緊急應變隊等等 那也許這個改革速度 不是非常快 但是比起過往這種 好像不太能談 或不太願意談 至少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 就今天大家 願意坐在這邊 好好討論這件事情 我剛剛老師提醒了 非常多民防 相關的法規上面 應該要處理的事情 所以整體來說 應該還是往一個 好的地方去吧 對 而且我們想想 推民防的概念 其實就想要增強 整體社會的韧性 那聽起來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雖然家已經看到一個 好像往正面的方向前進 剛老師後面最後 又補到很多法規 要等到補助 真的到足且長 還有我們希望 各界一起來努力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馬老師來上我們節目 謝謝馬老師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接下來我們民防 關我什麼事 會邀請到 即行行動指南另外一位 顧問舒子玲老師 他會從國防與軍事的 層面角度 來談民防 最重要性 請各位聽友 繼續支持我們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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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ğer